大家好 卫生署长杨志良昨天在国民党的中常会当中痛骂媒体 说媒体要有这个伦理 要有道德 那其中他也提到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他说如果有人因为打疫苗而发生不幸的意外的话 卫生署必须完全负起责任 但是有人因为不敢打疫苗而感染了H1N1 那到底要谁负责 昨天就有一个孕妇跟她的胎儿往生 她要不要负责 怎么负责 疫苗打得不好 我们要负责 我们要送监察院 我们可能要坐牢 如果我们贪毒的话 那这些媒体要负什么责 署长的话有没有道理 胡道哥 我是赞成卫生署长在做政策辩护是应该的 于是当然我要强调 媒体是可以提出质疑的 不管是平面或真的 我都认为是对 但是问题要问对 或者如果过度的话 我要谈的是过度滥用的部分 其实不止自由时报 或者是大发行人 我认为这是普遍的现象 当然以我自己做例子 当然是很小事 而如果被报导的话 当然常识真 我自己是一开不回应的 最多记者问我 因为记者之前很喜欢挑剥离间 我也非常小心 所以我一定说 谢谢释放礼报就不回答了 但政务官不一样 我自己就不管吧 因为毕竟私人小事 但政务官是要为政策辩护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政务官理应辩护 但是 郑如刚刚所引述的检察官的说法 他还没有办法证实疫苗跟这个小弟的死亡有没有关系 坦白讲 到现在是一个疑问局 他就说无直接关系了 但是 他没有讲丁解体 还没有说让大家完全幸福 我是说从 知道我看这个检察官的说法 换句话说 这个媒体还是有疑问空间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我要谈媒体部分 我希望 其实在这里面 不管电视或报纸 总编辑的责任是非常重大 你要进行控管 一定要 有时牵涉到医药新闻 一定要正确新闻 这跟政治毫无关系的 因为你处理不好 马上引起恐慌 我觉得这一点是 任何一个每个报纸电视台总编辑最重大的事 很可惜的是 我没办法做到 我不认为只有自由时报而已 今天联合报做头版头条 那我请教联合报 你自己完全完美无瑕吗 我看我也打个疑问局了 我意思说 我当然讲一个比较很高的一个例子 纽约时报是经常 纽约时报是美国最有水准报纸 大家可能 它销入300万份不算多 但它最有影响力 但是纽约时报有一个特色 就是如果它发现到 有读者或不管人的反应回来 它错误的话 第二天就在头版的左上角马上道歉 这一点我们的文化还没有 因为不可能都是完美无瑕的啦 所以今天联合报这样做自由时报 你要打标票 哪一天联合报这样做自由时报 可怕你头版头条 所以没有解决问题啦 所以这里面牵涉到我们的媒体 我一耀不愿再多智慧啦 但是我希望这一点我们的媒体的企业文化这一点 正确的信息以及知过能改这一点 我坦白讲 包括我们这段节目 大家都有非常大的进步跟改善空间 刚刚中英雄提到这个自由时报要有水准 其实这个把它换掉 联合报也要有水准啦 就这样子啦 大家都要有水准 大家都是媒体 我觉得这个标题 联合报刚搬新家 实在是好好检讨一下 刚刚代事报委员讲的 其实与事实有点差距啦 杨志良啊 早上在卫生署已经发了一顿脾气 气不过中午又主动找媒体沟通 然后下午呢 下午就到中常会去了 继续生气 你看三遍你都没看内文哦 你都大家看标题就好了 在这个苏毅仁 陈建仁还有郭旭松 郭局长啊 都打电话去友台干嘛 他发现你讲不对 马上扣印啦 那当事人曾经专线啦 马上打印 他们现在引用数据 说我们是美国的什么几倍 加拿大的什么十倍 十一倍什么的 这是他们敢讲数据出来 如果他们讲错了怎么办 很简单嘛 国光之前不是高一个医生吗 这个号称医生的 在网路上写了什么那个拱啊 什么几倍几倍 你告他 你不知道开拔单吗 你对友台开拔单嘛 去告他嘛 要求他更正嘛 他没有拒绝沟通嘛 他也邀请你上电视你不要嘛 你从去年骂到今年 你到底要骂到什么时候 如果我不是要帮大话新闻讲话 我也轮不到我来帮他讲话 说我今天当一个部长 然后你们每个媒体都误会我 每个媒体天天都骂我 那我应该怎么办 我也来骂你们 他贫秀琳骂我 赖世宝骂我 胡中心骂我 我跟你们沟通嘛 那贫秀琳的节目 胡中心有节目 我去上嘛 我给你专访嘛 他不是 黄光琴没骂我 我给黄光琴专访 那胡中心骂我 我不去 你在搞什么鬼啊 你在政党挡他谁不会啊 太没水准了 这种人干卫生署上 结果国民党的中常会这样 这个党没有救了 这个党什么救 这个党没有什么意义 黄昭顺讲的对 黄昭顺讲的很好 你这个叫沟通吗 我替黄昭顺国长总算还有黄昭顺 黄昭顺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跟黄昭顺有什么不一样 这跟杜振胜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谢志伟的嘴脸啊 只是他是懒得谢志伟而已 没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 杨组长会不会去上大话新闻 这是大家接下来要看的 就是说大话新闻上面 会不会有一个署长 跟其他的名嘴 对这件事情做辩论 先进广告